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春秋大变局 崩月坏全力下矣 东周从春秋到战国 这样一个历史大事 用《论语记事篇》里面孔子的话来描述就是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春秋这段历史 春秋之名是从一部编年史春秋而来的 这部书跟孔子有没有关系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春秋时期是东周史的第一个段落 此段落约占三百年 春秋记载自卢尹宫元年至鲁埃宫十四年 共计两百四十二年 而左传记载又下去到鲁埃宫二十七年 共计两百五十五年 如果自周平王东迁一并计入 共计三百零三年 按照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将春秋时期 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东周初年到鲁庄宫八年 有八十五年的时间 叫前霸主时代 第二阶段 鲁庄宫九年 及齐桓宫元年 一直到鲁祥宫十五年 及晋岛宫去世 这一百二十八年的时间 叫霸政时代 第三阶段就到了春秋晚期了 也就是霸政衰微时期 有九十一年 简单的说 春秋分为前霸主时代 霸主时代和后霸主时代 这三个阶段 前霸主时代 天下大乱 西周崩溃 然后东迁 东迁了以后 王室有内乱 诸侯也有内乱 于是爆发了一场战争 叫如葛之战 结果周王被郑国人打败了 自那以后他就有点一蹶不振了 接下来出现了两个小霸主 一个是郑庄宫 一个是鲁庄宫 鲁庄宫我们比较熟 就是曹贵论战里的那个君主 那么在鲁庄宫之前有郑庄宫 而郑庄宫这个人 如果读古文观止 大家对他也应该比较熟悉 这个人叫悟生 这个悟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逆着声 叫先出来 单产 就是忤逆不孝的通甲字舞 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指他生下来就睁眼 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防忍 结果他妈妈就给他起个名字 叫悟生 可见对他不喜欢到了什么程度 可是这个人颇有作为 他主要的作用 就是把周王的权威一巴掌打翻了 可以这么说 郑庄宫开启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霸政时期主角首先是齐桓宫 然后是靳文宫 以及之后的楚庄王 宋湘宫 秦牧宫 我们从这几位霸主可以看到 有劳有少 比如说像宋湘宫 这个人是殷商贵族之后 他有很多泰国人道的观念 脚步擒二毛 不鼓不成脸 此二句只不伤害上了年纪的人 不攻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 在西州强盛的时候 甚至可以说在殷商强盛的时候 可能是这么个打法 他遵循了一种太平世道的战争打法 但到了春秋时期 如果还用这种打法 那这霸主就不太合格了 我们说打仗 叫争 这个争就是一个双利人 一个正确的争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争者 正硬 比如说西州封建了很多国家 有些国家不老实 就像害军之马一样 这个时候周天子就要组织军队去证他 另外有些诸侯国出现了军部军 沉不沉这样的现象 那么周天子也可以领着军队去纠正他 所以要注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叫战争 跟我们后来跟日本打 或者跟一国势力打 或者是在王朝崩溃 争天下的时候你死我活这种打是两回事 在周人的观念当中 有很长时间战争的那个争 是为了纠正列国的错误 而不得已采取的武力措施 所以敲着锣打着鼓 而且还要指明你的错误在哪 这个争并不是要伤人 不是要掠夺土地 而是要纠正错误 所以在国语当中 鲁国有个大臣就说大行用假兵 你诸侯国出现错误以后 我们就给你上行 纠正你 所以争 打仗不是要杀人放火 而是要纠正错误 注意这个观念 在春秋争霸战当中 我们会看到 宋湘公就老老实实地坚持了这一点 打仗嘛 我们就得像君子 有点像西方老贵族决斗 要定好时间 定好地点 你走几步 我走几步 咱们同时开枪 谁也不许玩猫腻 可是 他生错了时代了 孟子说 霸道跟王道有个区别 就是假借仁义之名 行自私自利之事 像这种争霸 到了晋文宫时期 就变得非常清晰了 虽然霸主 有他的客观作用 但是发展自己的势力 谋求一个国家的这种私利 这种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呢 这列国打仗 大家都要在面上过得去 所以有的时候 不得不玩音的 比如说 晋楚成仆之战的时候 晋国人会提出 失职为壮 去为老 我们要打这个仗 但是我们 绝不先挑起这个战争 这样的话 列国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于是就施展了各种手段 让楚国人处于道义的下风 于是 晋国人跟楚国打 西边的秦东边的旗 全站在了晋国人一边 这样的话 楚国人非败不可了 我们要注意 这就是一个时代特点 就在这样一个特点当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贵族文化的现象 这就是霸政时期的特点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 霸政衰微就涉及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西诸封建诸侯 它实际上是一种武装拓职 武装执迷 王朝政治强盛的时候 这些诸侯也没有心思发展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邦国 自己的文化 比如说鲁国他在西州强盛时期 从未想过要在泰山以南建立鲁邦政治鲁邦的文化 这是在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时候 但是西州已崩溃 诸侯就开始要谋求自己的发展了 我们知道西州封建是以土地 以赏赐换忠诚 一旦遇上天下大乱 立国开始谋求自己的私利 开始发动战争 列国之间就开始要积极发展军备 另外也要用土地换忠诚 用赏赐换忠诚 所以慢慢的越是强国 比如说晋国 他内部的清河 大夫 君主之下的这些贵族势力 就发展的越快 所以这样的话 这些诸侯等于是又走了西州的老路 早晚有一天这些大夫要发展势力 要跟君主分庭抗礼 所以权力为什么下移呢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变化 这个变化在逻辑上又走了一次西州之路 等到霸政结束了 尽到公死了 天下的大夫们一看 终于没霸主看着自己了 所以列国又开始进入内乱阶段 这个内乱阶段就变成了一种夺权 一种善变 又是一个乱世降临 这个乱世最终使得历史走向了战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四周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华夏 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所谓四夷 按照这个理计的说法 南边叫满 东边叫夷 西边叫戎 北边叫敌 这些人实际上和当时的华夏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就是华夏这个人群 是以农耕为生存方式的 而这个戎 第一 他们越是离华夏远 由木色彩越重 他们进入华夏以后 根据有些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也开始转变为农耕居民 甚至有些人也开始学当时的诗书礼 这就是进步了 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变成中国了 不论你是谁 你接受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 你就是华夏 你就变成中国了 我们就以中国对待你 相反 你接受了以礼 我们就只能是将你当作遗迪看待 我们看你是不是自己人 看的不是种族 血缘 而是文化 所以通过这一融合 我们可以看到 春秋时期所谓的南蛮也好 西戎也好 北地也好 几乎就是和华夏的那些邦国是犬牙交错的住着 比如山西 山西沿着坟河古地是封建了一些州的诸侯 但还有一些要地 像太行山两边 东侧的平原 西侧的山地 大部分都住着所谓的戎笛 甚至有些地方 比如说在以水 落水的源头都有戎笛 这些戎笛的语言和穿着 跟中原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批发左任 孔夫子说 假如没有齐桓公和管仲当时抗击一地 我们这些人就被发左任了 批发不是中原的发誓 左任就是伊领向左边开 这些都是荣笛的特征 但是随着这些荣笛渐渐融入华夏 一到了战国时期 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所以这又为秦汉大一统政治奠定了根基 还有一个态势就是在春秋后期 思想家开始出现了 于是就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 如果我们从细部说 社会的内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权力下移之外 国人这个阶层在整个的变动中逐渐消失 到了战国时期 就已经很难看到国人这个群体的影子了 这个消失对我们中国文化发展而言 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是一个将要孕育思想高峰的时代 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消失的时代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